Hello大家好,我是凌威 真后悔发现完了,这个厨房神器真是太好用了 以前我一直都是听别人说 平方装修,千万不要装垃圾处理器,洗碗机 洗碗机根本洗不干净,瞎花钱 用垃圾处理器就是给自己买来 等着以后天天下水道堵塞 垃圾处理器关注我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两年下水道从来没有堵塞过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 自己用的才知道,特别是像夏天厨房 撕垃圾容易长飞虫还有味 要不然没半天就要去丢垃圾 干湿垃圾要飞内更是痛苦 让我下定决心想装垃圾处理器的是 我非常讨厌用手把洗手池里脏兮兮 撕大大的食物残渣抠出来 再丢到垃圾桶里,让人很不爽还有异味 而垃圾处理器就完美的解决了剩菜剩饭 蔬菜刮果皮都可以丢进去打碎冲走 没有了湿垃圾厨房也干净多了 前我用的那个是老款要手动开水 每次都要顶着垃圾打完之后把水关掉 现在这个就不用了 自动进水,只用把垃圾丢进去 按下遥控机器就会自动处理 打完后机器会自动关机,完全自动化 它还自带反转功能防止卡机 这个遥控是自发电的 我们不需要更换电池 背面有胶 平常我都是把它粘在墙上使用的时候 轻轻一点即可 按下打出来是非常细小的颗粒 完全不用担心会堵塞下水道 特别是夏天吃小龙虾烤鱼等味道特别大 还容易收掉发臭 这东西打出来你看就是特别的细腻 根本不用担心会堵塞 但是像粽叶玉米皮大骨头生肉等 就不建议搅打 里面没有刀头靠研磨 打完之后非常的干净 做完两年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装 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如果还有想要了解的可以给我留言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拜拜